日本 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台灣人的旅遊首選 雖然語言不通 但台灣對日本的情感是如此特別 國際賽事上撇除台灣代表隊 大家一定是拼盡全力幫日本加油 我們總是覺得兩國的感情是這麼濃烈 這麼美好 媒體也總是述說著兩國的情意 但是實際上這份情感 比較像是單烈 日本人對台灣其實興趣缺缺 沒錯,興趣缺缺 但這個好奇是有在增加的 特別是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地震 這個巨大的天災引發全球關注 當時台灣對日捐款高達200億日元 高居全球之棍 許多日本人才驚問 但即便如此 台灣對日本的喜愛程度 還是遠遠高過日本對台灣的好奇 相較於2300萬人口的台灣 一年就可高達450萬的訪日人數 台灣一直都不是日本人旅遊的首要選擇 2017年 以2600萬人口的日本 來台的旅遊人數 卻連190萬都不到 到底為什麼日本對於台灣人 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而台灣卻積不起日本的興趣呢? 《台灣的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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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交流協會》 《台灣的交流協會》 《台灣交流協會》 Hello大家好,歡迎光臨台灣我是蕭宇辰 我們很榮幸受到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邀請 去到日本進行訪問交流 在這個台灣跟日本 實際上沒有國與國邦交的現況 這個協會其實就是日本在台的準外交機構了 完全是驚喜中的驚喜 我們這一趟安排了許多公司學校的交流參訪 協會也安排了許多關於古蹟保存的景點參訪 希望我們能夠因此更認識日本 當然啦 即使沒有這趟參訪 認識日本 從來都不是陌生的事情 並因為日本文化的影響力 早就蔓延在生活當中了 我自己對日本最早的好奇 是來自三國志 念小學的時候 學校的圖書館 有一整套橫山公徽的三國志漫號 我記得大概是圖書館日 偶然的在架上看到以後 從此每節下課都跑去圖書館看漫畫 念中學的時候 家裡買了一部PC 當時候第一款遊戲就是 《光榮的三國志》 如同當時許多的門還一樣 三國成了我的歷史奇夢 而勾起我對三國興趣的 竟然是日本的漫畫和電話 這是怎麼辦到的 為什麼屬於中國歷史的三國會是由日本來告訴我 這是我從小對日本的好奇 是什麼樣的文化基底 能夠把異國歷史變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於是這趟旅程呢 我們拜訪了兩處古蹟保存的園區 分別是東京的江戶東京建築園 和明古屋的明治村 江戶東京建築園顧名思義 保存了許多江戶時代的東京建築 但也不只江戶 明治、大政到昭和時代的建築都有 樣式也是琳瑯滿目 農家、洋房、大宅頂 各式商店一應俱全 這裡的下庭商店街呢 會有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宮崎駿的神隱少女 許多的場景都是取材至這裡 鍋爐爺爺的工作室就是參考這裡 是5G三省堂 這兩側的建築園 它的立面都非常非常特別 就是它都是有用銅片 那我們剛才就有問就是 管方原因它就說 因為其實東京這個地方 已經發生大地震 它地震之後有非常非常大的火災 所以在災後重建這些房子的時候 就為了避免 因為都是木造建築嘛 所以為了怕它容易起火 所以才會外層都在裹上了 這樣子的一個銅片 相比以東京為主的建築收集 對於明古屋近郊的明治村 則是全日本範圍的西納 人出的規模相當驚人 完全是遊樂園的等級 除了壯觀的政府聽社外 為了防範四特而設計精巧的西元寺 公望別底做一樁 狙われた時可以 すぐに逃げられませんよね ここにも 竹の中に鉄を仕込んで 簡単に侵入ができないように 作画して また何人があれば すぐに知らしを呼ぶ 無鎖を 告白しますが こうやって呼ぶこともでき さらには 最終的には そこから逃げることもでき 還有貼近庶民生活的劇場 無福座 近づきやすいような体制にもらってます こちらからの役者が登場します その時には カーテンが 今か今かと タイミングをここで見てます お客様は 視線が舞台上に行ってます 何かのタイミングで それこそこちらを 振り向かせなければいい この音を響かせます こんな感じで こんな感じで 在日本参訪的期間 我不断的對照 聯想著台灣的狀況 還記得有次 在書店翻到林中奎老師的書 《紙上明治村》 借用明治村的概念 試圖用紙張來保存消失的建築 但不只是紙上的保存 台灣曾經有一個類似明治村的空間 它是位於彰化花壇鄉的台灣民俗村 園區內保存了 許多台灣的古厝古廟 1988年隨著台北捷運興建 新北投火車站 將被廢紙拆除 好在台灣民俗村領養了他 將他搬遷到彰化的園區 才免除了消失的命運 不過非常非常可惜 台灣民俗村 並沒有持續的經營下去 現在除了偶爾作為拍片的場地以外 並沒有對一般人開放 回顧歷史 日本人走到今天其實也很不容易 在近代西方列強殖民全球的年代 日本是唯一一個被大國淋虐以後 還可以不哭不哭爬起來淋虐別人的國家 這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很多人會聚焦在明治維新的成功 這是一個全盤西化的時代 但也是一個全盤走定自我的年代 當時許多的古蹟寺廟被毀壞 激進的人士甚至提倡 全日本國民的言語是日本語、英語 更加日本民族和白人 都會結婚 手會變高 現在去日本觀光 紀錄城、大阪城都是著名的觀光景點 這些日本城堡也就是天守 原始保存下來的其實不多 1873年明治政府頒布了廢城令 各地的城池一一被拆除 躲過廢城令多半也沒有躲過二戰美軍的空襲 到今天還能保存原貌的只剩下十二座 前面說到的明治維新 它位於愛知縣的犬山市中 竟然都來到犬山市了 我們當然也去了現存十二天守中最古老的犬山城 在犬山城下 我們看到城內跟城外的區域的界線其實相當的分明 當時明治政府的現代化根城很需要資金 不只拆城 也將內城區屬於政府的土地變賣求壽 今天都蓋起了新的房子 城外的庶民區反而更保有過去的生活氛圍 城牆、城門這些周邊雖然被拆了 但很幸運犬山城的天守被保留下來 除了當時候的城主很有心保存外 在地居民的響應捐款也是重要的力量 回到台灣 2000年後 隨著北投居民在地認同的意識逐漸提高 才又發起了車站返鄉的活動 要將位於彰化的車站搬回北投 在高三那年 我的歷史老師在課堂上放了一系列 央視大國崛起的紀錄片 一開始聽到是央視 我內心還在想說是中國的央視野 中國談大國崛起會好好談嗎? 不過很快的就為我這樣先入為主的偏見感到羞愧 整個系列的製作超乎想像的公允及直接 我都不禁替製作單位捏拔了眼看 這樣子的一個審查就能顧得了 當中有一集大國是談日本 1878年當時的內務卿相當於今日的首相 主導西化的大酒保利通被自殺身亡 這是激烈西化和傳統文化衝突的結果 紀錄的伊藤博文開始調整做法 本來極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改變 一種結合信貸化追求與傳統文化保存的做法 開始實踐 紀錄片當中有一段的敘述讓我印象很深刻 在西服流行的同時 和服被當作最華麗的禮服保留下來 酒吧多起來了 茶室依然是人們的精神見地 西洋歌劇開始暢響 南劇及歌舞技在走向極致 當油畫開始絢麗奪目時 日本的服飾會也成為世界繪畫的一大流派 這是日本 在讚嘆之餘呢 我們也應該反省 也是這樣的新舊雜柔能夠讓軍國主義誕生 所以台灣人為什麼這麼憧憬日本 這個問題其實很難解 歷史的成績很深 在經過不同的政權以後 台灣人的認同 以及對於周邊民國態度其實是很糾結的 不過如果我們不細想這麼多 其實世界各地都對日本感到好奇 想要來一探究竟 那台灣呢 我們又做了什麼努力 去保存不同的文化面貌 進而吸引日本乃至世界各地的人 好奇 想貌嗎